我剛剛第一次聽到寶寶的心跳 我剛剛好感動 我現在剛剛直錄完 然後我要再等半個小時 針就是會 瘀青 沒有壓好就是會瘀青 剛剛要出血了 所以針索康說什麼 叫我現在再打第二針 他的心跳聲欸 太痛欸 針索大針喔 等一下屁股又要挨著 又吃完這些藥物 每次吃這些藥物我都想說 天啊又不會變漂亮 可是我還是選擇吃它 期待寶寶 好我現在剛打完了 就要壓著 因為這個甘素呢 它很容易瘀青 今天要去植入了 這些藥也吃得差不多 就是今天 好緊張喔 他們是說植入就是很像 在做子宮頸片母片檢查的那種 就是塞進去而已 不像那個 屈卵手術症裡的複雜 但我還是很緊張 我剛剛想去上寫手間 他們說我現在不能去上 要有點脹磅光 我現在這樣真的超緊張的 等一下一下進來 我就是這樣子 然後他幫我直錄 好我現在剛剛直錄完 然後我要再等半個小時 再下去這樣子 我現在又要打屁股 哪一邊 都可以都可以 右邊的 好 揉一揉 對 幫助他吸收比較不會結塊 假如你有摸到 好像有硬塊的話 你就熱膚加按摩 對 他就會慢慢的吸收散掉 好謝謝 欸我看網路上 瘀青比我嚴重的人很多 是整個大片 對啊你那個算很小 你知道是怎樣才會影響瘀青嗎 這個針就是會有 瘀青 沒有壓好就是會瘀青 喔 這是抗淋血的針 因為這是我每一天都要打欸 心算很小 你要不要換邊 沒關係沒關係 你要一直催喘這邊 對對對 這是一個紀錄這樣子 是可以換邊啦 就是輪流部位打 嗯 有流失壓這樣子 對啊 笨蛋風險這樣 對那你要右邊嗎 因為 你最近都打左邊 好啊 對 我們來看一下會怎樣 原來我體驗這個過程 我覺得超不容易欸 那如果一直失敗的人 應該會覺得很崩潰吧 會啊 所以就 啊你們有看過人家哭哭嗎 有 就是他發現的時候沒有 就會直接哭是不是 對啊 放輕鬆 情緒好像會影響 心情愉快當然是 對身體 有幫助 因為我覺得是這個過程 很不容易吧 對啊 就是你花了很多時間 很多心力 那就是因為也 也不平 喔 這樣沒有的話就會很失望 對 政府有補助啊 政府有補助啊 如果是失敗的話 他還會繼續補助嗎 可以啊 真的 就是40歲之前 一胎有6次的補助機會 他第一次死完 之後是6萬 比如說你補助了兩次 生了一個 下次再來 又是6次的機會 一胎他以胎記 喔 不是以你這個人這輩子 喔 因為我記得聽我朋友講說 之前是如果未滿兩年 不可以補助 這你有聽說過嗎 沒有說我也是 沒有 當天登記就可以來做試過 喔真的喔 我這一天真的是覺得 暈吐很嚴重欸 就是 我會吐生餓 可是我還是覺得吃什麼都很吐喔 就是 剛打個診所 然後診所說 請我不要再走動 我嚇瘋欸 天啊 因為 現在的狀態就是 都不能去拿 然後也不能亂走動這樣子 會 人家說就是 如果懷孕的話會 就是 憂鬱這樣子 因為 有沒有可能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剛剛要出血了 所以 診所剛剛說什麼 叫我現在再打第二次 請 那位先生問他有沒有信心 他竟然說 他給我 他說痛的不是他 這樣子很沉嫩的對話 天啊你等一下會不會 你等一下會不會打綠叉針啊 你這樣子抽 就很不妙欸 完蛋了 我現在不敢看 我現在只敢看他幫我打的樣子 第七週然後 因為出血 等下我要躲 我先休息 我下一次九節很耐廢了 只是跟酷炫柔柔拍個片而已 然後我下面又出血了 嚇死了 然後趕快過來那個 我家附近的那個 不產客來看一下 幸好寶寶沒事 我剛剛第一次聽到寶寶的心跳 我剛剛 好感動 可是我又不敢太開心 因為 還沒有12週的話 就是很不穩定 所以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哭 或者是表現得是不是很開心的感覺 我一直跟自己當作 得失心不要太重 因為看過太多例子 就是才剛用油又失去 那種很痛苦 所以我現在 一直平常吃 對 只是很擔心寶寶 他媽媽真的好辛苦 我真的不知道 按胎要一直躺著欸 我今天只是想說 出門拍個片什麼的 其實本來前幾天 就已經約好了 結果後來那天我太不舒服 我暈吐到不行 然後 柔柔說那不然改後天 然後我會想說 今天的狀況比較好 出門一下就會流血 欸真的是很脆弱欸 今天是第九週了 我拿到媽媽手機 其實我到現在還是有點 不太敢太開心 因為聽人家講說 就是前三個月不能太開心 所以我 還是要等到第十二週的時候 再開心一點 他的心跳聲欸 欸他在動欸 但我真的第一次遇到飯店 擅自取消人家已經訂的房間 這本身就不合理的事情 然後你現在 你現在在我前台訂 然後還想要多收我這錢 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 沒關係沒關係 我直接在附近找飯店就好 剛剛說沒有跟Booking合作 然後說是Booking擅置的 但其實實際上明明就有收到訂單 我真的超無言的 我好不容易到了九點 然後我的訂單被取消 他們說剛打給我美金 我剛在菲律中被怎麼借欸 然後我剛打那客戶 我多花了台幣三百多塊 我真的超級嚴重 還寫 這邊是你一半回國啊 那邊錢肯定會退一點點 但是我們沒有有BOKEN的後台 我這邊在書人家 我這邊取消費 外面就是寫說 就是要付完全付款 你為什麼要把我已經付完了 房間然後取消 然後我第一次遇到 這麼誇張的情況欸 是因為我們這邊顯示過來 是那邊 這邊顯示是未支付的訂單 就是沒有付款 那我實際上就已經付款了 有的人飛機就是晚上的 你怎麼會這樣啊 它有可能是那邊 後台的原因 因為我們跟那個網站 也沒有合作 它可能是 私自就是跟我們打開的 我們可以有一個這樣的情況 因為我們合作的話 它就沒有跟鞋子這邊有合作 第三方平台 所以它都沒有 那現在遇到一個這樣的事情 請問你現在要怎麼把它處理好 而且現在已經很晚了 我來到這邊 我早上就是要拍照 這個地方我問了一下 我們這邊沒有撥拼 你們那個撥拼的後台 你們那個撥拼的後台 你們撥拼的後台 你們撥拼的後台就可以了 就是我們撥拼這邊 撥拼這邊 然後向您保證 就是您這一筆訂單只付一次 就是付給飯店的這一筆 然後我們平台這邊 包括就我們 我們不會扣您任何費用 扣的話也就是 也會管 對不對 對 這個您放心的 好 然後依據你的錄音 有錄音電話 謝謝 沒有沒有應該做 好 謝謝你 是只有沒有應該做的 嗯 那當然就是 您今天能 就是它 還有這個房間 你 它是原價 人民幣 原價應該是1200人民幣 好 1200多 1250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嗯嗯 謝謝 拜拜 爸爸阿姨之前 他說就是 你這邊收不到的話 沒關係我這邊 直接先付 我這邊 我這邊 直接付 我這邊 在平台訂是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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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上次取消我訂單 然後你現在要多收我錢 沒關係 我剛才要打一堆國際電話 去付這些國際電話的費用 它主要就是當時那個 你們這間飯店 我真的很想給差評 我們當時看到這邊 確實是那個 是當時是那個 但我真的第一次遇到飯店 擅自取消 人家已經訂的房間 這本身就不合理的事情 然後你現在 你現在在我前台訂 然後還想要多收我這錢 沒關係沒關係 我直接在附近找飯店 就不顯 太誇張了這裡 一次遇到 瞎的飯店 太離譜了 真的太離譜了 這個飯店 來這個壓度飯店 剛剛說沒有跟booking合作 然後說是booking擅自的 但其實實際上 明明就有收到訂單 不然他們怎麼打電話 給booking的 他們打電話給booking 問我多久到 然後說我沒接電話 就直接把我的訂單取消 然後等到我到這裡的時候 他就說那要用前台訂 而且重點是他還說 你就先取消booking的 然後用我們這邊 前台付就好 然後害我又再打電話給booking 然後booking 又再多收了那些國際電話費 然後剛剛還想跟我多收70塊 人民幣 我覺得那是一個感覺的問題 覺得他這間飯店很北蘭 就已經付款的房間 然後三次取消 超級瞎真的瞎到不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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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就很生氣的在這邊要訂飯店 我看起來很久 現在這邊才